所以兩岸的視頻 首先它是華語 或者說北京話為主體的視頻 或者說普通話為主體的視頻 它是以中文 不管是繁體字、堅定字 所共同構成的一個視頻交流平台 在兩岸交流上現在有一個微微壯觀 而且頗爛壯闊的一個全新的里程 這個是視頻 也就是新媒體 特別是在網絡上的傳遞 它的功能 那這簡直是到了無遠佛界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手上都有手機 兩岸上上網的總人口數 上探9億人口 而且擁有的手機數呢 那絕絕對對 是在12億支以上的手機 如此一來 這個視頻的能力 它就是跟著手機在移動 而不是在家裡面的客廳而已 它可以在空間的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收得到視頻 或只要刷得到視頻 它就跟著走 最常看到的就是我們看到 許多的年輕人呢 使用的抖音在地鐵裡 或在公車上 乃至於在教室之中 抖音都總是跟著視頻在走 那麼在兩岸視頻之中呢 最受歡迎的往往呢 是娛樂消費和新聞上的視頻 當然這裡面還包含 流行歌曲的MTV 那這些視頻呢 從30秒到8分鐘之間呢 其實是最為被接受的 那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也和這幾個承載視頻的管道 或者是APP有關 因為啊 視頻通常不太樂於見到過長的 因為過長的視頻呢 記載佔據了許多的空間 而且啊 它也會使人啊 進入一個不太更新的狀態 但是短視頻的效果呢 就使得各種廣告啊 或者是各種宣傳的效力啊 達到很高的效力 那我們看到連線在使用視頻的時候呢 有一些其他特色 這個其他特色是以往 我們在電視上所見不到了 我們總稱呢 這些是新媒體 我們甚至看到視頻雖然短 但是它也可以有 像連續劇一般的功能 啊 例如某一家銀行呢 就用30秒 加好幾個30秒的事情啊 形成一個全新的連續劇般的 視頻效應 來自於包含談戀愛的方式 或者是吃泡麵的方法 又或者是各種家裡面 所有的食用領域 都可以通過視頻 來被教導 當然視頻還有另外一個獨特的功能 那就是文化交流 過去啊 兩邊好多詞語 有些用法不同 例如像看大山 或者是聊天 例如像黃鶴樓上看翻船 這邊說是站高山看馬香梯等等 久而久之呢 兩邊的用語呢 都透過視頻 产生了無限的交流感受 當然啊 最具有力量的還是在流行歌曲 我們可以看到羅大佑在 心培底上的流行效應 他已經和過去只是從 從電視 或者是從電視 那種傳播方法 已經全然不同了 它都變得輕快 而且變得是可以瞬間的 就在你手掌之間 說有就有 說成為你的記憶 就成為你的記憶 當然這裡還有在另外一個高層次的功能是 大家也很容易透過新媒體的交流呢 形成一個一個不同的小的社團交流 小的聯誼圈 所以譬如說共同喜歡王菲的圈子 它是不限於你人在中國內地或者在台灣 它也可以人在美國 人在馬來西亞 人在泰國 所以兩岸的視頻 首先它是華語 或者說北京話為主體的視頻 或者說普通話為主體的視頻 它是以中文 不管是繁體字簡體字 所共同構成的一個視頻交流平台 而在這裡面呢 例如所有的翻譯視頻 或者是語言交道視頻 也是一個我們值得注意的交流主體 感謝您的收看